根据某一家一个调查公司 根据这里面的内容 根据做的一个详细的报告 拜登就跟习近平 亨特拜登在这里 然后中间习近平控制的中国银行等等 组建了一个合资公司 博海金控 看没有 不是博海金控 是博海 就是他们组建那个红 这公司叫博海什么Havist 这个公司 然后呢 等于说这个公司的背后 全部都是中共控制的 看没有 各个股东 然后呢 他在这里面持股 之前持股10% 20% 特别是拜登 本人直接持有10% 立个盖 这张图表是吧 中间杨洁篪 杨洁篪来跟 你看亨特拜登 然后之前来进行各种联系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他是 拜登是前参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就等于说他没做副总统之前 一直就在这里头 就跟杨洁篪 是吧 虽然杨洁篪 那个记不记得 89年时候杨洁篪就在美国一直运作 对 是不是 那亨特拜登 拜登当时就是这个委员会的 是不是主席 外国联系人的主席 联系委员会 然后这里面 是不是 这都有那些中共的 这个各种官员 等等 更重要的 等于说这些官员来回换 杨洁篪 你看 他是没换的 就关键人物 对吧 这就我们之前告诉他告诉大家杨洁篪在美国是什么样的力量 对吧 他负责整个出面啊 就比如这个什么大使啊或什么这个人出面啊 中间 然后找了一个林 这个林呢 是台湾人 你看 中共厉害就所有的都是以一个台湾人出面 他们都是以各种啊委员会的形式都是台湾人 他和亨特拜登私底下的交流 就是这些人他不会直接跟他交流啊 是找了一个林 台湾人 台湾人跟美国是盟友 知道吗 对 这叫做私底下的啊 这叫暗线 明线是在这里 明线很正常 我杨洁篪跟你这个外交委员会 外国人联系委员会 包括副总统的沟通 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 但私底下是另外一条线 你看 这个叫做minister of 外就是外交部 是吧 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国驻外大使啊 然后几条线 然后通过这林去跟亨特拜登 来谈利益 然后在这里 拜登的啊 中共的各种关系 生意联系 你看 这里头 奥巴马 是吧 都跟 根据 一个叫做前任的 一个雇员 通过 跟他拜登 就乔拜登 通过克里 然后呢 这中间通过一个 这个 一个前雇员来联系 是吧 然后中间错综复杂 然后私底下这样勾兑 然后中间杨洁篪 是吧 这个 这个是贺国雄 是吧 然后 这俩 就等于所有的啊 都有一个这样的人联系 这个拜登的女儿 而不是 拜登的女婿 他好像是这个医疗方面的 然后跟中国的平安公司 也有一些勾兑和合作 那么整个拜登的家族 无论是自己的孩子 还是他这个顾旧 还是他这个同僚 还是他这个 所谓的这个 在一个官场上认识的 他能够联络到的人 其实都在这场蓝金黄的布局中 被深深的拖带进去 刚才这个照片 这个林就是林俊良 台湾人 他是在耶鲁毕业的啊 然后 是不是 然后在耶鲁管理学院 一系列的啊 一系列的啊 照片都是他作为中方的啊 就是帮他和中共之间啊 怎么出面啊 然后去谈股份啊等等啊 这就林俊良啊 一直都是他 路和这个幕僚长 看没有 奥巴巴的幕僚长 他的一个幕僚长的一个弟弟啊 和这个路之间是前任的雇员关系 在他在他公司打工啊 是不是啊 他在大大公司 然后克里啊 这个当时是国务卿 是吧 他的 儿子 季子啊 step song 是吧 季子 和谁呢 对 季子 样子 对 和这个是一个商业关系 这个人是谁 这个是他竞选委会的主席啊 Chair 是吧 Chair 明白 这个人呢 又和 克里斯坦德拜的是 Business关系 是吧 Business 然后 这个和幕僚长是吗 是前任boss former boss 明白 他是他的前任boss 幕僚长是他的前任boss 还是他是他的前任boss啊 然后呢 这个是 乔拜登的儿子 都是有关系的 你看 对吧 然后呢 和这个路之间 有一个great point的公司 对吧 是生意伙伴的关系 然后呢 亨特拜登 和杨洁篪 有联络 然后亨特拜登 又和这个 united from 是吧 是啥 我不知道啊 这个啊 就是前面 站台的这个 PHR签协议的 这个 他的合资的公司 就亨特拜登 合资公司 商业伙伴 然后呢 中间 这个人啊 是商业伙伴 然后再跟林俊良 林俊良呢 又跟这个 贺 贺国强 啊 这个是之前的前任 boss关系 就林俊良怎么混到 这个中共的啊 这个里面 就是因为 之前 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在里面啊 然后被中共搞定了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人又跟金 金三胖 是一个 合作伙伴啊 一个小的合作伙伴 所以你看 就这个 这个政商经济网啊 政商经济网 还有血缘关系网 你就看到 嗯 这里面 这就是腐败的 勾兑链 这里头 北大方正集团 在里面啊 看到没有 北大方正 嗯 北大方正 是这里面啊 就是 这个 组建的 对 亨特拜登 就是对乔拜登的 那个合资公司的 这个资本方之一啊 Founder Group 看到没有 那文贵先生 北大方正 是不是 啥个 对呀 因为他这所有的是在 这所有的 都是在2017年之前 所有的 因为这 乔拜登做了八年 副总统啊 啊 是不是 对 习上台以后 2012年 这所有的 那文贵先生 那个时候 北大方正 这个 他全都知道 是不是 你说 对 他 哪个家族 人手一份 北大方正啊 这些砸锅的 你们看啊 说 这个爆料革命 文贵先生 这里啊 没料的 你看看啊 为什么北大方正 在里面啊 还要海通证券 之前 那个叫董公文 没错 对吧 对 中国人寿 储蓄银行 海航集团 海航 看到没有啊 渤海 渤海 看到没有 渤海产业 中美的这种什么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为什么后来被停掉了 记不记得啊 就间谍组织 知道吧 中共专门来 蓝金黄的 时间 1979年开始 杨洁篪 刚刚建交 对 就已跟乔拜登啊 到2004年 就已经跟乔拜登 搞在一起了 拜登首次访问中国 是在36岁的时候 他还作为一个美国政府的代表 当他是这个 德拉华州的议员的时候 我天哪 79年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30年40年 79年的时候 他估计到中国 估计已经 蓝金黄都已经被搞定了啊 1997年啊 拜登成为了 这个SF RP ranking member 支持自由贸易 加入WTO 支持中国加入WTO 啊 2001年 然后呢 拜登成为了SFPR 就是外国 就联系 刚才说的这个 参议院的外国 联络委员会的主席 他当时 1997年 只 ranking member 2001年是主席 同一年呢 中国加入WTO HWTO 原来中共在美国最大的这个啊 跟杨洁篪最大的就是拜登啊 看到没有啊 所以你看爆料革命 我会一直说的杨洁篪多么重要啊 89年的时候就是拜登 杨洁篪联系的拜登 你看后面 2005 06 07 08 等于在中共的帮助下 你看 展示给美国的这些所有的政客 你看 我是绑在中共这条船上 我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后来又做了副总统 并且你看 中共的帮助下 我都可以让奥巴马来直接一个菜鸟型的政客 直接让他做总统了 2007年文贵先生 为什么一直提博海 很多人说海航 是吧 所有的事情全参与 你看没有 对拜登的这种蓝金黄 博海 为什么提博海 你看 博海金控 也是全参与 为什么老是提方正 也在参与 是不是啊 所以这才是最根本 就是中共直接控制 用于海外啊 作为蓝金黄的这种 组织 这里面解释的是 中共整个在几十年以前 就对美国所有的政权 所有的三权分立 进行了超限战 这也是国家行为 杨洁篪七几年就开始进入这个计划 所有中国的大公司 不管是前期后期的 都陆陆细细的在这个计划中 做出贡献 它实际是一个中共的国家行为 用中共这个党国的行为 全面对美国的这个政界进行渗透和交易 它所有的东西全部是以政权形式 也就是说中共谁下台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中杨洁篪 只要在这里 他勾兑的在这里 不管谁上台 这部分东西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这是国家实力 也就是中共这两年在美国最大的实力 实际上拜登就相当于在无间道那部电影中 那个曾志伟撒向整个警察系统的几十个马仔中的一个 但是中共可能在美国培养的这种政党政权的这种年轻的政党议员 可能有成千上万个 只是随着事情的这个推演和各自的行政路线 它是其中比较出挑的一个 这里面就要说到川普总统是美国几十年来 而是美国所有总统中唯一一个没有从政界或者政府部门中成为民选总统的 也就是说他是这里面唯一没有机会被中共很早去蓝金黄和服侍的 因为他最早是商人 不是这种政府官员和议员 这就是真的说是一个这个时间点 这是上帝给的这么一个川普总统 大家看这2011年 亨特拜登啊 undocument的就是没有记录的没有记录的访问秘密访问中国 从4月18号到4月20号 这个FOLA记录显示亨特访问了中国 访问中国之前4月18号到20号假装啊访问台湾啊 和这个林俊杰一起 然后在1月份 这个这和这个路啊 会见了奥巴马啊 这个王湘芳的万湘 万象 万象集团 那个路是万象集团的 难怪那个浙江那个万象这么牛啊 原来是中间 也是白小刀 鲁冠球和奥巴马会面 其实就是代表的啊 这个就勾兑的啊 鲁冠球辞世了啊 2017年 是啊2017年文贵先生爆料出来 这里头鲁氏最关键的人 你看没有中间啊中间 你这怎么死的 你想想啊 说白了跟王剑一样吧 就是关键人物在这个节点上 你看他这个节点一断就死不对阵了 你看所有的都是他一个节点 看没有啊 对 他现在死了 单线 对啊 没错 这包这就是为什么叶简明 他也是另外一种节点 吴小辉 是吧 节点 然后还有别的很多的 王剑 这就是类似于这种节点 为什么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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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